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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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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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才能得到更多的回報 我們不能打擊大家的積極性 而是鼓勵他們工作 通過下調個人稅率和小公司的稅率 他們就可以得到激勵 大企業、跨國企業是很無恥的 他們今天來到這裡利用我們的資源 明天就會離開 留下一些爛攤子給我們納稅人清理 我們要阻止他們這樣做 要給他們付出代價 我並不反對一些在本地社區 擁有大量僱員的大公司 這是好的 但是我們要他們負起責任 我們為他們提供稅務優惠 不是為了要這些錢交給董事局分紅 要是他們再作出投資 投資於加拿大的經濟和就業市場 我今年47歲了 我從4歲開始就關心加拿大的政治 我知道在我20歲的時候 公司稅的收入佔大約 加拿大納稅總額的60% 加拿大的個人稅收佔40% 而現在完全相反 加拿大工人和他們的家庭 要支付75%的稅 就是問題所在 赫帕先生在英語電視辯論上說 他們不是在削減公司稅率 他說4年前 國會就通過了為公司削減稅率 他說的不是實話 我們自由黨要將公司稅率恢復到21% 同時令到其具有競爭力 現在我們的公司稅率在八國集團中是最低的 我們並不需要這些 我們所需要的是保障醫療服務系統 保障日託和教育系統 我們會將資金用於補貼新畢業的學生 用於幫助中小型企業 他們才是加拿大經濟發展的引擎 我還要說的就是 在加拿大 八個兒童中就有一個兒童 處於貧困線上 那是存在於加拿大的一個事實 而不是其他地區 我們需要為家庭減少稅務負擔 讓他們有能力餵養和培育兒童 讓兒童能夠健康成長 升讀大學 而不是因為沒辦法養育兒童 導致年輕人失足 要被判入監獄 在監獄中受教 這些公司繳納的稅款 得到的回報是 擁有良好的免費公立醫療服務 而不是像美國 公司要支付很高的醫療保險費用 他們還擁有教育質素很高的職員 而不是像歐洲 公司要為未來員工大學教育提供補貼 所以說 對公司精稅並不是不公平 他們得到的是有價值的回報 多謝各位候選人的精彩辯論 休息之後 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請回到的掌石